主播潘抗阳日记 一起见证这个激动人心 为什么呀 不是说几天怀念了 不行 我的人生我父主 真是离了大谱了 姐妹们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潘 特殊时期 接下来是她为刚才的离谱行为找的借口 咱又怎么舒服 怎么开心 怎么来 大家也是啊 这段时间不要有压力负担 七天了真的七天了 我一定要洗头 我还能洗头 已经大人的哭泣了 为了防止我自己抓伤我的头皮 我让她的指甲给卸了 我冬腹 不敢相信 我竟然真的洗到头了 抓头皮的感觉太快乐了吧 我现在是喜欢洗发水的状态 为了解决长达七天的打结 但不能受凉 我们做个超方便快速高小的发毛 这个发毛是那种金黄霜的质地 倒下来不快撒 因为金黄满满 我们用一点就够了 用的时候能闻到这种沙灵甘鸡的相关 很聚 对了 要认准这种三行英文的logo才是高端沙灵美发品牌 对 它里面的核心修复额子刚刚算是超微分子形态 所以能够迅速深入发丝吸出损害法制的金属沉淀物 你怕一分钟就吸收他们间白色高铁 没有 调调 这段时间洗脚洗头都要快速哦 将冬中搞定洗头发 终于到别人头打劫负担了 我今天能看着跑年松又柔轻的头发 你别过来了 那我再来瞎瞎你 你是对美丽过敏吗 就想 你就走开的 在大珠圆这里 天里过的东西 刚好给他推荐几个 这次在我不能够热 就那么狠狠了 就是这两条东西 长条热水袋 充电的 冬水的 放着颈椎 拉着水 水医生都秒了 缘分天空 美丽的梦 还有水泥蜂蜜的朋友 我从网上写的这个擦枕纸大法 非常有用 这样的东西 把它拖得很 然后呢 我就是要把擦机 差不多到这个位置 然后整圈 然后再高高 你不出十秒 你就想打 而且 还有这个非常温和的洗衣 喷雾 跟我朋友正在这边 他一直用这个 他这次居然没有见证 非常温和 完全没有温和的刺激 里面就非常的轻松 希望这些帮大家缓解 已经被大家立刻 身体上的负担 等不过这段时间 我们再回头看 也算是有 好好生活 我们一起加油 还想看什么告诉我 拜拜